提起目前国内最火的男团 一定非TFBOYS莫属 堪称顶流本流的三小只 最近在某音乐活动上的表演节目却被临时撤掉 做了一夜的龙板凳 主办方的迷之操作引起了大批粉丝的不满 12月8日 TFBOYS再次同框出席某音乐盛典 在红毯采访环节 三人大玩合体梗 侧面回应了节目悲慨一事 王军凯称这是TFBOYS继六周年演唱会再一次合体 一样千玺则强调 三个人合体就是最大的亮点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大呼解气 当晚TFBOYS终于顺利表演第一次告白 《我的朋友》两首歌剧 却被没有到场的肖战王一博抢了风头 陈其林的主题曲《无稽》获得了年度金曲奖 肖战王一博录制了VCR表示感谢 两人应聚大火后 粉丝就互撕不停 这次获奖是属于肖战王一博的第一个共同奖项 还有特别的铜框 也就难怪CP粉会这么激动